《已知的十项》第二部 第五册 第四十九节 你们只要做你们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就行了 但借着自我的帮助 你们能够证明你们成就的程度 如果在你们层面上的每一个人都突然相信物质世界将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结束 那么它就会结束 你们就只是停止你们的理念建构而已 因此在我们的实验中 我们将不得不从一个坚定的信念开始 相信我们设定的目标一定可以达成 我们处于一个集体十项中 这个集体十项是由所有与你共同参与这个游戏的演员所共同构筑的 就像先前提到的 这个十项中有可能只有你自己 也可以是一小对知己或一个公共平台 不管这个游戏内有几个人参与 只要其中参与的人达成某一共识 那这一共识就会成为下一幕的核心被展现出来 比如世界末日 病毒具有大侵害性 金融危机 地质灾害 或人类扬升 意识觉醒 自然复苏 集体意识的主流焦点决定了世界的后续走向 所有的所谓未来都已经发生 只不过我们一起决定 我们这一层面的群体要一起去向哪一个码头停靠与经历 当然如果你实在觉得这一船人不靠谱 你有权换一艘其他的船 不过前提是你要知道你有这个权利 也要知道怎么才能达成换船的前提要求 要知道每艘船都有自己的准入条件 那就是你必须与那艘船的群体意识频率区间对等 就好像我们的社会分阶级一样 一个富豪可以去路边摊 吃串喝啤酒 但一个乞丐无法进入米其林三星 或秘密夜总会度过浪漫的夜晚 意识频率可以相下兼容 但低频不可见高频的实相 晋升意识频率 进而步入高频实相的方式很简单 提高自己的内在意识觉悟 从理论到谈吐到认知到行为 让自己真正的从骨子里高贵起来 现在很流行一个词 说这人活得很高级 这可不是说你住房的平米数 代步车的档次或手上的包包价值几何 而是你的谈吐 做派 见识 观念 能力 在一个什么档次上 你是规则的尊崇者 还是制定者 当然有些连规则道理是什么都不知道呢 更别说其他了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年代 很多人以末日论 危言耸听的预言传播 来赚魅良心钱 而很多人跟风 好像知道与传播恐惧 就能让自己显得更博学一样 殊不知 世界的走向 自己的未来 就是这些转发与关注构建出来的 你把自己的意识焦点凝聚在哪里 你就把自己拖入那个轨迹中 成为所谓的受害者 其实一点都不冤 这都是自我自由意识选择的结果 我们确实活在宿命里 但矩阵中的路万千条 自己选择自己关注的焦点 和要经历的实相 达成自我意识扬升 达成人类共同体的文明进步 在我们的实验中 我们将不得不从一个坚定的信念开始 相信我们设定的目标 一定可以达成 才能达成 空想是没有用处的 你必须走出舒适区 展开必要的行动 这行动不是外在的 而是内在的 提高自己的知见水平 不断练习内在感知力 把自己的意识焦点 从财富、名誉、灾难 攀比这些烟云浮沉中 转移到内在自我实相里 收回分散出去 不断消耗的自我生命力 消融自我认知卡顿 释怀种种在意执着 摒弃一切自我认知制约 让内在我通透 温暖、开朗、活跃起来 在很多情况下 这会让很多人反感 但所有的物质建构 都是能量的转换 先体现为理念 再建构成物质实相 没有理念 你们就没有物质实相 而且没有我们的目标 是可能的 的这个信念 就不会有任何成就 然而所取得的成就 将提供其自身的物质证明 目标决定方向 方向决定道路 行动让自身更靠近目标 有理念 没行动的空想派 搞出一个变种的 吸引力法则的扭曲板 害了很多人 觉得想和念叨 就能让自己变贫 确实 好的愿景 是可以提升一个人的 心态与意识频率 但没有足够的行动力 你始终无法跨越 自身所视 与渴望所视的 这段距离 只有去做 才能让自己真切地 感受到自己能做到 我已经开始讨论 内在十项宇宙的 基本法则 然而此时 我不会再进一步补充 因为在你们的客人 还没有赶上 我们的进度之前 这只会造成困惑 然而我说过 这些法则 在所有的伪装层面 和所有的显化中 都得到反应与遵循 而这也适用于 你们的梦世界 我谈过片段 人格片段 和其他片段 这些也遵循 同样的法则 我们都知道 我们生活在一个 多维多元的千层柄中 每一层虚拟亚空间 与次生亚空间中 各自的基础参数 时间流速 道的原则 都是不同的 但有其都必须遵循的 一个宇宙基本法 贯穿一切万有万存 只要你学会与理解 透这九种内在感知力 与十二种宇宙基本法则 那就能掌握 基本的大道原则 从而在本质上 有了一个基础的 自我原则 做到有所为 有所不为 如果你能在 每一个选择的节点上 都做出符合 法则原则的抉择 那你就能 为学日益 为道日损 损之又损 以至于无为 无为而不为 取天下常以无事 及其有事 不足以取天下 这损可不是损失 而是减少牵挂与挂怀 进入道法自然的状态 随而不争 观而知其所事 藏巧于拙 理解到天下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竟然把外泄的精气神 内敛回照自心自性 不再指天骂地 试图改变世界 社会 他人 而是自己默默地 打磨自己 然后在有资格时 直接换一个平面石像 完成阶级跃升 所有的频率层面 都同时存在 所有的结果 未来都一样真实 我们每个人选择 自己经历哪一个 而不是拯救哪一个 你的世界里 始终只有你自己 其他的 包括这个角色我 都是历史剧中的 一个像 仅此而已 你们的动物 借助内在感官 拥有更紧密的连结 还记得我们的 蜘蛛和蜘蛛网的比喻吧 蜘蛛网在时间和空间中 都存在 就像所有的物质建构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你们的宇宙 并不像蜘蛛网那样存在 只因为它不受空间 和时间的限制 宇宙一直在扩展 再说一次 那是就值得充盈 value fulfillment方面来说 而且是以你们的外在感官 无法理解的方式 珠网的编织方法 结构造型是恒久不变的 那是编程内固化数值的一部分 但我们的世界在不断地变化 变得更多元 更丰富 更多的企图被展开 不断衍生出新的可能性 你们科学家的仪器本身就是扭曲的 只会让你们进一步探究伪装 你们所需要的是 没有伪装的工具和仪器 你们的科学家 是从超越地球大气层的角度 思考问题 以此避免其中的扭曲 他们没有意识到 在那个扭曲之外 还存在着另一种扭曲 你们必须在其内旅行 你必须使用内在工具 关于这一点 我以后会有更多的说法 你无法在一个电子游戏中 利用游戏道具 在游戏的虚拟世界里 真的探知到玩家的世界 与玩家的本质社会框架 限制我们科学家发现宇宙本质的 不是大气层和望远镜的倍速 而是寻找真理的方向 宇宙的真理藏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睁开眼睛后就找不到真理了 而在体内也找不到那个心 就见证人来说 以及就那位妻子来说 我建议你们改在另一个晚上 在不是定期课的时候碰面 把这件事留给鲁博 就我来说 我会很欢迎另一位年轻女性 虽然如此 总体的人格 Overall personality 才是最重要的 既然鲁博传述这些课 我就把这件事留给他 默默的且谨慎的推进 才是长远之计 我不是圣灵 Holy Ghost 我不寻求或要求 安平服从的誓言 当然也不要求圣洁 我始终要求的是完整性 也许当一切都结束之后 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如果你能坚定地 相当自信地进行 那就更好了 但过度的热情会导致狂热 这一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 今天晚上两个见证人 表现得非常好 刚刚提到的那位妻子 也会有不错的结果 但接近她的方式 不应该过于热烈 因为这么做 将会是一个错误 会有一个年轻的女士 在日后加入见证的行列 但是她对灵异的知识 还很谨慎 如果犹如海啸般的 针枝灼剑扑面而来 她现在会逃跑的 塞斯很在意资料的完整性 因为多维多元的资料 要覆盖所有可能性的琐事 这样才能达成 自身的内在多位平衡 不让读者被一面之词 左右成盲人摸象般的 偏激认知 把塞斯的某句话 奉为新版圣经 不敢欲阅 成为真理的代名词 这是塞斯最怕看见的 他自身不是圣灵 也不需要偏执的圣徒 过激的死板 咬文嚼字 只会把这些字料 重新扭曲成 某一宗教的律宗法典 那将失去不二的中正 和内在的多维性价值 我建议休息一下 10点18分休息 真解离如常 塞斯说的是 吉姆·坦南特的妻子 吉姆·坦南特认为 他的妻子 可以来帮这些课程做素季 因为他还很年轻 吉姆·坦南特 担心他对这些课程没有兴趣 因为他还没有时间 来培养对超感知觉的兴趣 真精力充沛地恢复了传讯 11点25分 这整件事取决于训练和纪律 我不会给你们任何迹象 也不会为了让人幸福 而耍些把戏 方法就在这些资料中 我在课程当中给出的这些迹象 是出于我自己的目的 它们绝不是纯粹为了展示 而是为了其教学示范的价值 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 是长期有效的 如果我在这方面显得很笨拙 那是因为我宁可有个缓慢 而确定的结果 也不愿意有无法维持的 滑而不实的显示 这是一个终生的项目 我是说 鲁伯和约瑟 现在的效果 是通过之前的努力和纪律 而获得的 除非有深刻的目的 否则我绝不会让鲁伯 悬浮在六英尺高的空中 也不会进行任何千里眼的展示 我们的客人不要急躁 那种方式 不会有任何收获 那些真正对这些课程感兴趣的人 那些成为这个团队成员的人 将会持续发展下去 但我始终会与你们一起合作 发展你们的内在感官 不会只为了显摆而表演烟火 在灵修的过程中 虽然五种常见的特异功能 很让人感到神奇 与与众不同 这些奇迹的展示 会让个人很有名气 也容易获得尊重与财富 但这三样 都是对个人灵性持续的发展 有明确阻碍的 原因很简单 当你被万众瞩目时 你想或不想 都会被各种势力 利用各种手段 裹挟入其中 而在人类大同前 各个势力间的民政暗斗 是不择手段的 宗门的 政治间的 利益团体间的 甚至临界势力间的争斗 远比一个百姓能想象的极限 更加血腥和无耻 所以自古有了修为的人 都会设法成为隐士 只是把知见著述 流传给人间 修行的目的 不是为了神通 而是为了提高 自己的知见水平 智慧层次 意识维度 见识广度 认知深度 心识的通透度 理念的包容度 你会发现这七个目标 没有一个涉及到 人权显摆自己 没有任何时候 你有必要给任何人证明 灵界的真实 灵魂的实友 世界的虚伪 广袤的当下 意识成熟到 可以领悟了 自然就会渴望于跟随 意识还处于幼儿园初期 或根本这个角色中 没有灵魂在演意识 你说出大天来 演示出不管什么神迹 他都只会觉得 那是一种未知的把戏 而热衷于找到 符合逻辑的解释 别看真与罗都可以轻松达成各种匪夷所思 你不知道的是 他俩用了多少声 来磨练这些看似简单的技巧 又用了多少事 重复这一生的失败 我们只看见奥运夺冠的金牌 却不知道有数十万孩子 也练习了十好几年 却被无情地淘汰 一切都是大概率下必然中的偶然 就像抛洒出六个头子 得到六个六的几率一样 那不是靠运气 而是好手段和练习 灵修的成就 不是用十年为单位进行比拼的 是用几次 甚至几十次的轮回 为技术单位的 很多初学者学个三五年 就感到愤愤不平 为什么他年纪小 练了半年就比我的能耐大 我已经很努力了 你只看到了这一世的三五年 却不知道人家已经反复 磨练了数千年 在灵修上 岁数和修炼长度没有可比性 这里没有公平可言 要看根气的顿力 及智慧和领悟里 灵性觉知的高低与通透性 而这些都需要累世 慢慢累计提升的 我会在另一节 再多谈一些我们客人的背景 还要谈谈如此令人振奋 又急需纪律的热情 这种热情在过去 给你们造成了困难 我不想 我也绝对不愿意 成为让你们 在没有纪律和谨慎下 施展热情的途径与手段 这里 真指着吉姆·塔南特 我如果这样做 就是帮了你倒忙 热情很好 然而它应该被引导 并且在某种程度上 为了你自己的福祉 而保持在一定范围内 我无意让你们感觉很严厉 我的情感并不苛刻 我的优势是知道你们以前的人格背景 在这里 在纪律的范围内 我们将在这里拥有 在你们今天的世界上 相对未知的自由 但我们一定要避免灵性雪崩 因为可能性是如此的无止境 一路上的每一点 我们都必须对自己有把握 必须阅读资料 资料中的实验 必须要尝试 在这方面将会发展出一个方法 在灵修的过程中 要有内在的纪律 但这纪律 可不是律宗的那些规条 这纪律是一种防止自我过度膨胀 或过度谨慎的边际 是一定必要流程的遵守 比如你在煎鸡蛋时 先放油还是先放鸡蛋 是有必要讲究的 在包饺子时 面在外边 还是肉馅在外边 也是有原因的 事物的发展 是有自身规律性的 违背这些规律 是要付出代价的 再重复一遍 肢鉴的累积 要早于时修 因为你出纰漏时 再找资料 会来不及 先要正身 正心 再正灵 如果你的脉轮 予以太体 还一塌糊涂 自己引来天雷灌顶时 只会把自己劈死 而不是激活金丹 在你接触 全体人类的意识素材前 先把自己本事 与累生的功课作版 内在的恐慌与抵触 会让多维的 模棱两可的资讯 扭曲成心魔的资料 我亲爱的朋友们 我一如既往地 犹豫着 要不要结束这节课 再说一次 我可以继续说上 好几个小时 我答应 不久 我们将举行一次聚会课 我很享受 你们的语夜 我向你们两个问号 带着我一贯的 深深遗憾 我将结束这次课程 鲁博帮我传讯的 非常好 我也最诚挚地 问候你们的客人 并且衷心 祝愿你们大家 有个美好的夜晚 一句话 你的实验 约瑟 进展得非常好 当你听到 你经验中 听到的声音时 你会认出来 晚安赛斯 11点04分结束 真解离如常 吉姆·贝克特 在最后一次休息时离去 我们与吉姆·坦南特 讨论了我们对赛斯资料 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的原因 并强调 我们觉得 就这些主张等等而言 最好保守一点 我们邀请他参加 我们今后的课 越来越明显的是 我们必须做出某种安排 既不让资料离开手边 又能让其他人 能够阅读资料 当然 我们最担心的是 我们自己拥有的那份拷贝 不要发生任何事情 1964年4月28日 星期二 在真将要入睡的时候 他的身体经历了一个 相当不愉快的感觉 他说 他有一种突如其来的感觉 就像他的头被打了一下 他的身体在床上没有动 他只是感觉到 在他的头顶 有这种非常明确的震动 接下来并没有其他的感觉和经历 他就睡着了 就在接下来的经历之前 珍又一次地经历了这种震荡的感觉 他说那种感觉就像是认真的被打了一拳 虽然令人非常不好受 但他也立刻消失了 在顶轮或眉间轮开启时 会有几天或几个月的疼痛 犹如电钻 犹如被狠狠地弹脑崩 犹如被人用力地指压 慢慢地你的眉间骨会消融掉 头顶的心门会像婴儿一样再次打开 这种现象叫做骨容 如果几个月你荒废了功夫 他们还会在慢慢地涨上 闭合上 这些情况可以通过造影学诊断证实 由于我早上在艺术卡公司工作 在此期间 珍在家里写作 所以她已经养成习惯 在上午11点30分左右 在用打字机完成当天的工作后 在午餐之前进行心理时间的实验 1964年4月30日 星期四上午11点半 珍有了一次最有趣的经历 在尝试心理时间的时候 突然发觉 她在纽约州 萨拉托加斯普林斯中央大道的老家 她看到她在其间成长的街道 非常清晰 而且是一种 她无法在梦里做到的方式 她站在她家前面 但背对着她 那是冬天 地面积了厚厚的雪 马路上也是 不过马路两旁 没有堆成强壮的雪堆 珍然后看到一个小男孩 用雪橇拉着另外两个男孩 她马上知道 这是柯蒂斯 伦德格伦 还是个孩子 自从我们十年前结婚后 就再也没有见过柯蒂斯 伦德格伦 她现在已经是成年男人了 一看到这个男孩 真马上困惑起来 因为她知道柯蒂斯 伦德格伦已经长大了 但是这个街区是真实的 她想 怎么了 这不是今天呢 但它一定是今天呢 柯蒂斯伦德格伦一家 就住在拐角处 在灵式被启动后 我们会面对两个变量的不确定性 即时间变量和空间变量 你看见的未必是当下的假象 有可能是过去的或未来的 也有可能是其他平行空间的 这些需要通过对第二与第八内在感知力的练习 来稳定和精准自己的标靶锚定频率 接着一切都消失了 然后 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到的 她把刚刚看到的街区场景 又拉回来 并且又回顾了一番 她想 怎么了 这是今天啊 转角是拉贝家的房子 还有杂货店 然后她发觉 她看到的全都是过去的样子 她又看了看 发出了最深切的彻心之气 然后 她就消失了 真还记得 看到了邻居的院子 有些光秃秃的紫钉香树丛 就在对面的小学围墙旁边 那是一个灰蒙蒙的早晨 她没有看到其他的车或人 就像我的经验一样 她也没有想到 要和那些她看到的人说话 之所以我们能真切地看到 不在记忆层面的 所谓过去与未来 就是因为这些看似已经逝去 或尚未到来的景象真 都真实地存在于广袤的当下中 是这历史剧的既定部分的 一个分支 摘自珍1964年5月1日 星期五的描述 下面是今天发生在我身上的经历 11点45和12点之间 中午 我不断地告诉自己 我在轻微地出神状态 轻得像一根羽毛 这个经历很具体 非常生动 令人难忘 我闭着眼睛 我开始感到身体放松 但突然一阵寒颤 我的额头感觉冰冷 好像一圈冰带绕着我的头 惊心动魄的感觉笼罩着我 强度一波比一波强 然后减弱 然而更强的那波 感觉似乎在逐渐变强 有一次 我看到了一束巨大的光 好像太阳突然蹦了出来 这是个天色黑暗的下雨天 这种颤力的感觉 一直持续着 直到几乎无法忍受 我觉得我真的会被带走 或者被卷走 我从来没有担心自己的安全 这个经验出奇地愉快 我在一开始就暗示自己 到中午会脱离出神状态 也设了闹钟 不过闹钟没有响 我意识到 我设定结束出神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 我也想知道 当无人在身边时 更深入那个状态 是否明智 罗在上班 我虽然很想继续下去 但最后 还是数到三 回过神来 我感觉好极了 焕然一新 目眩神迷 由于感觉很强烈 我不禁怀疑 这是否就是所谓的狂喜 在休息内在自我感知力的时候 自我能量的脉动会导致 在聚我感到震颤 发冷 发热 麻痒痛 电流 蚁形 摇摆 舞蹈 甚至会出汗 流泪 流涕 流口水 打嗝 放屁 性冲动 这样的症状可能只是几秒 也可以是几天 数月 如果因为这样的内部以太体调整 自己就怕了 四处找普通的医生 那只会被家人和医生臭骂一顿 然后胡乱吃些药 自己也不敢练功了 慢慢的身体又恢复到了俗人的正常态 一切症状消失 自己被医生治愈了 现在修行的人都没有名师 自己摸索 胆怯又好奇 如果遇到像鲁伯这样 从身体里飞出一个大光球 就更找不到北了 多半以为自己被外星人绑架了呢 灵性之鉴的积累 与灵性内在感知力的练习 要同步展开 不然会互为平静 最重要的是 家人伴侣要能理解自己 支持自己 最好是同修 相互能有个帮衬照应 要是嫁给一个麻瓜 还是什么教徒或唯物主义的财迷 那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来吧 这次的话 在感知气